疫情严峻来看到台北市在今天有87例本土确诊 其中有58例是突然新增感染源有待厘清 另外有29例已知案件当中比较严重的群聚 是在中山区的一间养生会馆 新增一例累计有13个人确诊 另外北市酒店传播链持续扩大 扩及到了新北还有南部县市 其中在大安区的一间酒店是再揪出了一个人染疫 整条传播链现在总共有9家店出现了确诊者 总共是17人 有58例是刚收到的确诊病例 目前都还在疫调当中 台北市本土确诊一天比一天多 7号飙升到87例 其中有超过6成突然新增 一度没找到传播链 已知的感染源也不能轻忽 北市酒店传播链再扩大 新增一间酒店肿招 匡列了129人 在3月27号曾经到这个酒店 消费者能够尽快的使用家用快塞试剂 大安区便福店是蒙百新酒店 在周出一人染疫 整条酒店传播链 共9家出现确诊者累计17例 匡列百人就是怕酒店消费模式 通常没戴口罩 待的时间长 染疫风险高 而且除了北市的酒粒 群聚还往外扩散其他县市 这两天出来的病例数非常的多 主要分布在雙北 那南部也有 内外两例 世蒙百新酒店员工新北个案24841 从3月30号起一连四天都有上班 到凌晨2点下班前 一天至少待将近十个小时 足机疯狂出没 吸引商圈 包括KTV 新光三月 拉面店 通通都是在深夜时分 被中央点名要特别注意的 北市中山区养生馆群聚 员工一直到被通知 有确诊者需停业清销 当天下午四点 在养生馆都还有足机 7号再新增一人确诊 顾客级员工总共13人染疫 他的CD值是13 匡列居家隔离的员工总共有41位 北市大规模传播链止不住 停业匡列就应新感染源持续维堵 记得旅行们因为打的特别报道 Ja 您 刚 我 您